一鸟入林 百鸟精 玉堂阴云 闯火凤 大家闺秀 脾气暴 一剑出侠 镇群雄 蝴蝶花皱着眉说 什么人啊 居然比鬼还要凶 我倒想瞧瞧 张三刚要开口说话 外面突然就传入了一阵争吵的声音 那个长腿的男人本来已经走出了门了 此刻突然又退回来了 只见一个沙哑的男人的声音说 姑娘 这个地方你来不得到 另一个人说 别人来的 凭什么我就来不得 凭什么我就来不得 声音又急又快 但是娇美 清脆 那怎么像是个少女的口音呢 那个男人急的说 这是男人起早的地方 大姑娘怎么能够进得去呢 那个少女说 你说我不能进啊 我偏要进 我非进不可 她冷笑了两声 语气又提高了一些 透小偷 你逃到这儿 以为本姑娘就不敢来了嘛 告诉你 你逃到阎罗殿 本姑娘也要追你去见阎罗王 蝴蝶花伸了伸舌头笑着说 这小姑娘可真凶黑 她看了张三一眼 就发现张三的脸已经吓得全无人策 忽然一头就扎进了 又热又浑的洗澡水里头 就再也不敢伸出头来了 蝴蝶花皱皱眉笑着说 我们在这儿呢 你怕什么呀 你干嘛去喝人家的洗澡水呀 楚留香也笑了 她一向喜欢遇到有趣的人 外面的这个小姑娘 想必也一定有趣得很 她倒真的希望 她敢闯到这里来 但是又有什么样的女人 敢闯进男人的洗澡堂呢 外面越吵越凶 那个浴室的掌柜的大声地叫道 哎呀 不能进去啊 千万不能啊 啪 话还没有说完 一声响 这个人显见是被重重地扇了一巴掌 打得他连嘴都张不开了 接着外面就冲进两个人 赫然 真的是两个女人 谁也想不到 竟真的有女人 她敢闯进男人的洗澡堂 那个长腿的男人的身子一缩 也跳入水里蹲下去了 只见这个大胆的女人 不但很年轻 而且没急了 直鼻梁 樱桃嘴 一双眼睛又大又亮 天上都找不出这么亮的星星 她打扮得更是特别 穿的一件袖着金花墨缝的大红剑衣 一双粉底儿官靴 配着铜色的洒腿裤 头上戴着紫金关 腰上竖着铜色的紫金袋 骤然一看 活脱脱像是个刚从八场射箭下来的王孙公子 但是世上哪有这么美的男人呢 跟着进来的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小丫头 圆圆的脸仿佛吹弹得破 不笑的时候 那个眼睛里头也带着三分甜甜的笑意 蝴蝶花跟楚流香对望了也 心里都觉得有点好笑 两个人都已经看出这个少女的金关上 那本来是镶着珍珠的 而且必定不少 可是现在珍珠不见了 那么珍珠到哪儿去了呢 快望张三 这个小子的毛病啊 想必是又犯了 但是快望张三 非但水性精纯 路上的功夫也绝不弱呀 轻功和暗器都是很有两下子呀 为什么会对这个小姑娘这样的害怕呢 这个红鱼少女一双大眼睛 转过来转过去 水池里的每个男人都被她瞪过几眼了 蝴蝶花已经被她瞪到头皮都发痒了 赤条条的泡在水里头 被一个姑娘怎么瞪着 这实在不是一件好受的事啊 那个小丫头的脸早就红了 躲在了红衣少女的背后 仿佛不敢往外瞧 却不时的偷偷的 往楚留香这边瞟一眼 楚留香觉得有气极了 红衣少女忽然大声说 方才有个跟猴子一样的男人逃进来 你们瞧见了吗 水池里的男人没有一个说话的 红衣少女瞪着眼睛说 要是说出来 我重重有赏 若是敢有隐瞒 可得小心了 蝴蝶花眨了眨眼睛 忽然说 姑娘 说的可是个有点像猴子的人 不错 你看到了吗 这样的人 我倒是真见到了一个 水里的张三 那个一颗心 几乎已经从枪子里边跳出来了 他心里恨不得把胡铁花的嘴给缝起来 叫他永远喝不了一滴酒 楚留香也觉得好笑 他当然知道 胡铁花不是个出卖朋友的人 嘴多 只不过想让这个张三吃点小苦头 把那个毛病改一改 那个红衣少女的眼睛更亮了 那个人在哪 你说 说出来有赏 赏是吗 红衣少女哼了一声 随手就抛出了一样东西 抛入了水里 楚留香眼尖已经看出 那竟然是一定 黄灯灯的金子 这个小姑娘的出手啊 可真大方啊 能随手就抛出一顶黄金来的人 这来头自然不小啊 楚留香觉得更有趣了 胡铁花从水里捞出了那顶金子 像是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仔细地瞧了瞧 才眉开眼笑地说 嗯 嗯嗯嗯嗯 多谢姑娘了 红衣少女说 人呢 人在哪儿 胡铁花摸了摸鼻子 你悠然说 那个人们 嗯 他也知道 这个时候 这个浴室里每个人都在瞪着他呢 每个人都戴着一脸 瞧不起他的神色 为了一定金子就出卖自己的朋友 毕竟还是惹人讨厌的 但是胡铁花不脸红 不着急 慢吞吞地伸出手 往楚留香的鼻子 指了指 笑嘻嘻地说 哈哈哈哈 人就在这儿呢 哈哈哈哈 姑娘 没瞧见呢 这句话说出来 有的人愣住了 有的人忍不住笑出声来了 楚留香更是哭笑不得 红衣少女脸都气白了 怒道 你敢开我的玩笑 胡铁花笑着说 在下怎敢开姑娘的玩笑 诺 姑娘 请看此人 起飞正是活脱脱的 就像个猴子 姑娘吵的难道不是她吗 红衣少女 瞪了楚留香也 看到了楚留香那种哭笑不得的样子 目中也不禁献出了一丝笑意 那个小丫头早已经是掩着嘴 滤滤的笑格不停了 蝴蝶花更得意了 笑着说 诶诶诶诶诶诶诶 这像猴子真是只有她一个啊 诶诶 姑娘 你找的要不是她 那在下可就不知道是谁了 红衣少女沉着脸 显然不知道该怎么对付这个人 她毕竟还年轻 脸皮这么厚的男人 她实在还是没有见过 那个小丫头 表了楚留香一眼 忍住笑说 姑娘 咱不如还是走吧 红衣少女忽然哼了一声 大声地说 哼 为什么要走啊 为什么要走啊 她说得又快又急 常常把一句话重复两次 像是生怕别人听不清 她一句话说两次啊 比别人说一次 那也慢不了多少 这个小丫头说 这小丫头好像真的不在这 红衣少女冷笑了几声 哼 其实 我也不是完全来找她的 普天之下什么地方我都见识过 只有这种地方没来过 我就是偏要到这来瞧瞧 哼 看有谁敢把我赶出去 胡蝴蝶花拍着手说 喂 对 对 一个人要是活在世上 要像姑娘这么活着 那才有意思 像姑娘这样的人 在下那一向是最佩服了 红衣少女说 哼 那可惜 姑娘的胆子还是不够大 你说什么 姑娘 若敢也跳到这个水池子里边来 才算是真的 有胆子 有本事 红衣少女的脸都气黄了 突然伸手一拉 腰伤素的紫巾带 只听 嗓 一声响 她的手里就已经多了一柄金光刺射的长剑了 这柄剑薄而细 正是以上好的棉铁打成的软剑 平时藏在腰带里 用时迎风一抖就深的笔直 这种剑刚中带柔 柔中带软 剑法上若没有很深的造诣 要想使这种剑并不容易 浴池里已经有两个人的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色了 像是想不到 这个 这个娇纵泼辣的小姑娘 她竟然能使这种软剑 只见这个姑娘脚尖点地 一闪吃就跃上了浴池的边缘 反手一剑 像胡铁花的头顶就削过去了 这一剑 当真是又快 又准 又狠 胡铁花 哎呦一声 整个人就沉入了水里 别人知道她已经中剑了 谁知过了半天 她从水池中笑嘻嘻地探出头来 我只不过要姑娘一顶筋子 姑娘 你就想要我的命啊 红衣少女的眼睛里已经冒出火来了 你要是男人 就滚出来 滚出来 胡铁花叹了一口气说 不是 当然是男人了 我这个只可惜没穿裤子 我怎么敢出来呢 红衣少女咬着牙 跺着脚说 好 我到外面去等你 晾你也跑不了 她毕竟是个女人 脸已经有些红了 说完了这句话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像是已经气得发抖了 那个小丫头 笑嘻嘻地瞟了楚留香一眼说 你这个朋友啊 玩笑开得太大了 你还是赶紧替她准备准备后事吧 哦 说到准备后事 这四个字 这个小丫头的脸色也沉下来了 然后转身 走了出去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 喃喃地说 哎哟 看来她倒真的不是说笑了 哦 我只有破费了 破费两文 去买棺材 我对话笑着说 用不着棺材 把我烧成灰 倒在那个酒坛子里 最好 清了清咽喉又说 其实啊 我也不是存心开她的玩笑的 只不过这个小姑娘 她实在是太凶 太横 太不讲理 而且动不动就要杀人 我要是不教训教训到 以后怎么得了啊 楚留香淡淡地说 哼 只怕你非但教训不了她呀 还被她给教训了 这个时候 快往张三 突然悄悄地从水里探出了头 悄悄地说 一点都不错点 我看你啊 还是快点溜着 胡铁花瞪着眼睛说 可怕什么 溜 嘿嘿 我为什么要溜 你以为我真的怕了这个小姑娘 你知道她是谁呀 谁呀 谁呀 嘿 王母娘娘的女儿啊 她接着又说 忐忑的剑法 嗯 的确是得过真传的 出手呢 也挺快 嘿 但是就仗着这两手剑法就想欺负人 嘿 只怕还差着点 张三说 你也许能够惹得了她呀 可是她奶奶 你可是万万惹不起的 奶奶是谁啊 张三的眼角 无缘无故就跳了两下 一字一字的说 她奶奶呀 那就是万福万寿元的金太夫人 她就是金太夫人的第三十九孙女 火凤凰 金灵之肉 哦 胡铁花 愣住了 胡铁花是个死也不肯服输的人 但是 这位金太夫人 她真的是惹不起啊 非但她胡铁花惹不起 简直就没有人能够惹得起 若以武功而论 史观音 水母音机 血衣人 这些人的武功也许比金太夫人要高 但是若论起了势力之道 江湖之中却没有人能够比得上这位金太夫人了 金太夫人一共有十个儿子 九个女儿 八个女婿 三十九个孙儿孙女 再加上二十八个外孙 她的儿子和女婿 有的是标头 有的是总组头 有的是帮主 有的是掌门人 可以说没有一个不是江湖之中的顶尖高手 其中只有一个器武修文 已经是金马玉堂 魏姬吉品 还有一个出身军武 那正是当朝军功最盛的威武将军 她有九个女儿 却只有八个女婿 只因其中一个女儿已经削发为泥 投入了峨眉门下 传了峨眉 苦无音大师的一步 她的孙女儿 孙儿和外孙都以大都成名立万 火凤凰金灵芝 那是最小的一个 也是金老太太最喜欢的一个呀 而最重要的 金老太太家教有方 金家的子弟走的都是正路 决于没有一个为非作歹的 是以江湖之中提起金太夫人 大家都是尊敬得很呐 这样的人 谁惹得起 后电话愣了一会儿 才叹了一口气 瞪着张三说 你早就知道她是 她是金老太太的孙女了 那你还要偷她的珍珠 你是不是吃鱼吃混了 喝酒喝凤了 张三苦笑着说 我这 我本来也不敢打这个主意啊 但是那颗珠子 那颗珠子 她实在是不该戴在头上 我瞧了一眼 我这会儿就飞了 我就不知不觉的就下了手了 哎呦 我怎么会想到 她就敢追到男人的洗澡堂来呢 只听火凤凰 这个时候在外面大声的喊道 你反正跑不了的 怎么还不出来 我电话咒了咒没说 哎呦 这姑娘的性子还挺急的 她忽然拍了拍楚留香的肩头 裴翘说 哎哎哎哎 我知道哎 你一向对女人最有法子 这个姑娘也 也只有你能对付了 看来我只有请你出马了 楚留香笑了笑 悠然说 啊 我不行 我长得像猴子 女人一见就生气 蝴蝶花说 谁说 谁说 谁说你长得像猴子 谁说啊 那个人眼睛一定要毛病 他 他难道看不出 你是天下最英俊 最潇洒的男人吗 啊 楚留香闭上了眼睛 不开口了 蝴蝶花借着说 其实啊 这也是个好机会 说不定啊 将来你就是金老太太的孙女啊 哎 我们做朋友的 还可以沾你一点光呢 啊 楚留香像是已经睡着了 一个字都听不见 张三悄悄的说 三十六计 走为上级 我看哪 你还是 蝴蝶花忽然湿淋淋的 从水里跳起来 大声的说 不管她是金老太太的孙女也好 银老太太的孙女也好 总不能蛮不讲理 她要是不讲理的话 无论她是谁 我就能比她更不讲理 楚留香这才张开眼 悠悠的说 从来也没人说过 你讲理 蝴蝶花已经围起了一块布巾 冲出去了 雨池里的人立刻就跟着跳出来了 这个热闹 谁不想看呢 我本来是对那一块布巾